来看一起火灾意外 雾峰区民全街的摊伤 在今天清晨5点传出了火警意外 消防队获报之后 立刻派遣第三大队 雾峰分队等四个单位到场 也索性在30分钟内就控制住火势 而至于意外的原因 根据现场的了解 是工作人员在更换瓦斯管线时 没有关闭火源 而导致漏气 又遇到了明火的瞬间起火燃烧 现场火势一度的猛烈燃烧 索性并未造成人员的伤亡 清晨5点位在雾峰区民全街上的 碳伤起火燃烧 整个店家都被火势包围 一片通红 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消防队接获报案 立刻派遣第三大队 雾峰分队等四个单位到场灭火 那我们获报之后 很快出动辖区雾峰分队 然后还有邻近的人化及大理分队 还有我们第三大队 大队部前往现场救灾 那到场之后发现是一个早午餐店 那是麦面线的早午餐店发生火警 那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 那所以我们很快就不限抢救 你转好好了 我是要换口水 我们的有个优味的 我换口水台 那扣开就走不出来 清查本案 无人远受伤 财务损失 目前在上代清查中 所现经过灌水抢救 火势在不到半个小时内就获得控制 在早上六点多时扑灭 三层楼的RC建物 猛电的火势不仅延烧到了二楼 连隔壁店家也遭殃 燃烧面积合计大约有40平方公尺 烧回两间店面 而引发火势的原因 可能与更换瓦斯时没有关闭开关有关 它应该算是有两点的疏忽啦 第一点就是说它现场因为已经有明火 那所以在更换瓦斯瓶之前 一定要记得在那个空间内是不能有明火存在 一定要关闭火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一般正确的瓦斯瓶 你要更换的时候要先把那个瓦斯瓶的气法先关掉 那这个员工可能一时疏忽 所以他是将瓦斯瓶往左逆时针开到最底 钢瓶内还有残余的气量 所以就整个喷泻出来 那接触到明火所以瞬间引燃 看着复制一句的身材工具 业者满面愁聋 要恢复原貌得花上一段时间 所见这场大火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消防局也提醒民众 更换瓦斯时要注意相关的开关 以及火源是否关闭 以免造成意外 介组是挺成章台中草报道